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鱼大乐的分享时间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抓暴神器 http culture http culture的软件图标很像一个网球 大家来看这个网球 哦不对 大家来看这个软件的图标是不是很像一个网球 所以很多人也俗称它为网球 它是一款iOS平台的web调试工具 它可以对蓝色iOS系统的http请求进行拦截 查看 修改和重写 它的功能跟我之前介绍的说这个抓包软件类似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就知道它的基础的用法了 我们在苹果app store中下载一套http culture 打开之后不用去选择其他的设置 点击这个抓包开关就能直接开始抓包了 例如现在开启抓包后 随便打开一个网页 然后我们返回到http culture app 查看一下抓到的数据 我们发现抓的数据非常的少 连最基础的图片都没有抓到任何一个 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打开http流量解析功能 免费下载到网球软件之后 这个最核心的解密功能需要花28元才可以永久解锁 http culture 比我之前分享的那个数据软件功能相近 但是价格要便宜很多 那我们现在来开启这个软件的解密htp流量的功能 点击开启按钮之后 马上会弹出一个提示框 我们需要给他物片代理的权限 并且安装一个http culture的ca证书 我们点击安装 允许下载配置描述文件 下载好之后 来到ios的设置页面 点击以下载的配置描述文件 点击安装ca证书 再输入一下手机的手平密码 然后再点击安装更正书 ok 这个时候描述文件就已经显示验证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返回到网球抓拔软件的话 会提示让我们信任跟证书 我们点击好的会跳转回设置页面 返回找到关于本机的选项 跑到最底下选择证书信任设置 将http cultureca的证书开启 ok 现在这个网球抓拔软件的http流量解密的功能就已经完全使用成功了 现在我们回到网页 再随便浏览几张图片 抓个图片试试 回到抓包两件可以看到已经抓到图片了 这里只显示了一张 这是因为我提前打开了网页 已经预加走了两张图片到本地之后才开启的抓包 所以那两个图片的http响应信息没有抓到 这里刚好可以跟大家强调说明一下 抓包软件一定要提前开启 如果是自己预览过的东西 一定要把那个缓存给删掉 开启抓包之后 一定要刷新一下那个一面 才可以抓到完整的数据 我们可以将抓到这个图片点击分享 然后再点击储存图像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图片保存到手机的相册了 网上会有很多软件的图片 或者是网页图片的资源无法直接进行保存 那我们就可以用抓包工具去抓http流量获取 不仅仅是图片 各个各样的云端交互数据都可以抓到 我这里再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抓视频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提前打开http开启的抓包功能 打开软件收拾自己想要抓包的信息 例如我用这个淘宝软件播放这个视频 如果不用辅助工具的话 是无法将这个视频直接保存下来的 我们来播放一遍这个视频 视频下方有一个进度条 只要看到视频预下载好了就行 不用完整的将视频看完 我们返回到http开启软软件停止抓包 点击媒体按钮 马上就可以将遭到的视频过滤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播放的那个视频了 可以点到响应消息里预览视频 可以看到视频是完整高清的 在http开启软件中 预览视频是不会有声音的 而将视频保存下来才会有声音 点击分享按钮 再点击储存视频 这样就可以将我们刚才在淘宝播放的那个视频保存到手机相册了 我们打开相册来看一下 在相册里能看到这个视频 点开视频的详细信息可以看到 这个视频是http客家中保存下来的 视频是有声音的 被我禁音了 抓到的视频数据会占用手机的内存 所以抓包抓到的数据用完了之后 记得及时清理掉 点击抓到的数据又滑 再点击更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对抓到的数据进行重放 拦截或者是重写 点击添加重写 就是新建http开球的过滤区 过滤区的名称 位置 规则等等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设置 前几天我有发视频测试过 用http客家软件抓包 通过断点重写 破解vpn软件 免费使用vpn的会员节点的教程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频道中找到那些视频观看 用http开球软件抓到的数据 不仅可以自定义添加规则 而且支持在线编辑请求数据 或者是抓到的响应消息体 在重写的列表里面 可以选择自己新建好的过滤区 或者是导落进来的过滤区 重写列表中可以同时搁选多个过滤区 一起运行锻点重写 假如你的http开球软件中有50个过滤区 那你就可以搁选这50个过滤区 同时运行它们 对于已经制作好的断点重写的规则 我们也可以点击进去随时编辑它们 重写的总开关 记得开启 我们点击优传者的选择按钮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抓发断点重写的那些规则进行排序 如果断点重写的规则太多的话 可以点击最顶上的搜索框 输入关键字搜索 例如我搜索vpn就可以找到关于vpn的所有的断点重写规则了 点击设计的加号 可以添加重写或者是添加分组 将有一些断点重写的规则是同一个软件里面的 那我们就可以新建一个分组 整理好所有的断点重写规则 当我们的手机上导入太多的hcc文件的话 就经常会用到分组的这个功能 之前我有在所有软件中告诉大家 做到的每一条数据显示的这些制服是什么意思 考虑到很多人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没有接触过此类的抓包软件 所以我还是来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做到的这些数据到底是什么意思 get就是http的响应方式 最常见的http响应方式就是get和post的这两种 如果有遇到不懂的http响应方式 可以直接到网上搜索查查它的意思是什么 电子后面的那个警号一 就代表它是抓到的第一条数据 警号二就是第二条意思类推 第二行的那个数据就是响应的端口信息 或者是获取到的一些链接信息等等 第三行的那个数据就是host的 也就是域名 第四行的那个200就是响应的状态码 响应状态码跟响应的方式一样 有很多的种类 我们常见的就是200啊400404之类的 响应的状态码有上百种 大家不用一个个去了解 等我们遇到的时候 想知道的时候 就去网上找就可以了 200后面的那个就是mrm1类型 它可以拓展http传输的数据类型 此它不局限于文本 我们常见的mrm1类型有图片 音频 文字 还有视频和各种的压缩包等等 再来讲第五行 第五行的这个数据就是抓到这条数据的时间 然后这个2kb就是抓到这条数据的大小 2kb后面的那个数据就是响应这条数据花费的时间 现在大家应该都了解清楚了吧 以后我会用这个软件教大家如何抓取特定的数据 然后断点重写数据 破解一些软件等等 这些进阶的用法 我后期会一一的告诉大家 感兴趣的话 记得关注一下我的优优频道 对于抓到的数据 不仅可以通过搜索关键的字符查找 还可以点击这些快捷的方式查找 又或者还有很多的快捷方式 另外点击collections这个按钮 可以快速浏览到同一域名下不同端口的数据 点开抓到的云南数据 可以查看消息头 cookings 还有参数 响应消息体 还有云南信息交互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耗时 最后再来看http catcher更多页面的这些功能 过滤器的功能就是可以指定抓取特定的域名 或者是排除指定的域名 配置代理功能是可以将http流量转到指定的http服务器里面 dns劫持的功能过于强大 我自己就不一一解释了 大家看左边的这张图片 这里面有简单的介绍 大家想弄懂它的话 还是要花费一点时间的 它的功能强大到被很多的黑客利用它 这个网球抓包软件 还有黑名单的功能 设置之后就无法对目标地址发起请求 我有时候会用它来拦截一些广告的host 断点重写的功能前面已经讲了 现在来看wifi访问的功能 开启允许wifi访问的这个功能之后 如果别人是跟你连接的同一个wifi 那他就可以通过编辑wifi的配置代理信息 将配置代理改成手动 然后将那个服务器还有端口输入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设备抓到其他的设备的信息了 手机 电视 电脑等 如果设置了这个wifi的配置代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httpcasual软件抓到对应设备的数据了 代理功能不再用的话 记得手动将这个功能给关闭掉 不然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用这个软件抓包 在帮助的页面有作者给出的一些基础配置的教程 官方文档提供的教程非常非常的简单 想要用这个httpcasual软件的更多强大的功能 都是要靠用户自己去研究使用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介绍了httpcasual这个软件的接手用法 以后还会在优素频道分享更多 关于这个httpcasual软件的进阶用法 这个httpcasual软件非常的好玩 强大有用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优素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